休斯顿华教文教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美兹 于4月30号抵达休斯顿旅行 上周五5月2号中午在乔教中心203教室举行了记者会 一同出席的邮政才教授在会中也简单地介绍了 乔教中心近期将要准修的部分工程 并将开放给乔社的相关行业进行公开招标 休斯顿乔教中心副主任李美兹 上周五在乔教中心举行旅行记者会 协同在台湾留职停薪的新婚夫婿 苏延宾和乔界媒体进行了一场温馨的午餐间联会 曾在中华民国乔委员会乔务处 以及乔民处服务的李美兹副主任 第一次外派海外为乔民们服务 记者会中平易近人的言谈 让记者们印象深刻 感到被外亲切 李副主任期待在任期间 能够和休斯顿的乔包同心协力 做好乔务工作 很开心能够第一次外派就来到 休斯顿这个地理人节的好地方 这两天也陆续跟乔务荣誉职人员 还有中文学校的老师们有见过面 那大家都很热情 人也很好 那很开心能够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生活 那未来的三年里呢 希望能够好好的为大家来服务 那尽力来推动乔务工作 谢谢大家 一同出席记者会的邮政才主任 除了将李美兹副主任介绍 给乔务媒体认识之外 会上也说明了最近乔务中心 进行的同人办公室 区域空间整修工作 并开放给乔营企业公开招标 加强乔务中心的硬体设施 提升为乔包们服务的品质 给乔务中心的硬体设计